大家好,欢迎来到数码网校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四章内容,图层 图层的话,它主要学习哪些内容 第一个叫图层面板 我们要对图层面板进行一个介绍 以及图层的一些合并 像我们做图的过程中可能用到合并的命令 以及图层的样式 这个图层样式它可以做一些浮雕效果 或者一些特殊样式效果 好,我们来看一下图层介绍 这是一张图片,对吧 这张图片是PSD格式 PSD格式是原始文件 而这边就是图层面板 我把图层面板单独拿出来 它这里面分为很多类型 有很多 首先来看,这就是图层 这就是图层,对吧 然后来看,这叫文质图层 文质图层,那这叫什么 就是图层,对吗 默认的一个图层 它叫相数,里面都是相数 文质它表示T 文质图层它是一个死量的 所以,文质这个图层是死量的 也就是说,我这个图层 不管通过自由编换 进行放大或者缩小 这个图都是清晰的 这个图标叫什么 这个图标叫主 图层,很多图层之后 可以编成一个主 方便我们来管理 图层,对吧 然后前面这个眼睛的开关 这个开关是控制什么 让这个图层显示出来 或者隐藏掉 这开关起到这样的主要 显示或者隐藏 好,我们来看图层都是正常 这样的形状,对吧 然后到这个图层上面来看 这个符号 这叫自能对象 一般我们图片 如果这个图片要放大或者缩小 对吧 我可以将这一张图片 转成叫自能对象 这样的话 在这个操作过程中 它这个图像的像素 不会损失的 所以有的图像 要通过自能对象 来进行操作 再来看 带有这种小点状的 这叫 这是我们路径画出来的 这也叫 死量 图层 也就什么意思呢 这个图层我不管放大 缩小 这个图层都是什么 清晰的 死量图形 这个主要通过什么 圆形啊 椭圆啊 矩形啊 矩形工具 钢笔工具 绘制出来的形状 它可以这样去操作 再下面来看 这个上面有效果 类阴影 对吧 这地方叫FX 它是一起的 这个叫图层样式 图层样式 也就是我们将来做文字效果啊 可以通过它来进制作 对吧 图层样式效果 好 这是这个中间面板的一个认识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图像 可以对它一个认识 对吧 我们再来看 下面还有些命令 这叫链接啊 也就是我这地方 选择多个图层 然后可以加个链接 那么它缩放啊 移动啊 可以一起 对吧 这个链接的话 怎么加选 就是我选择一个图层 按Shift键加选 可以选择其他图层 对吧 然后选择好之后 加链接 这个FX作用就是什么 它就是这个图层效果 对吧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叫图层的门板 就像一个遮罩 对吧 它起到遮挡的作用 让什么部位显示出来 什么部位隐藏掉 这个叫调售 这个 这个调整色彩的 它里面很多调售的命令 这个文件夹是新建一个叫 文件夹 组对吧 然后这新建图层 这叫删除图层 这一个叫 这是关于这个图层下面的一些命令的介绍 再回到上面来 回到上面来 这两个有个叫不特明度 它是指针对图层的不特明度 整个图层的不特明度 然后还有一个叫填充 填充的不特明度 填充它是针对这个图层里面的内容 填充 然后填充它不影响效果 不影响FX 填充 图层的话 不特明度它影响到整体 对吧 这两个有区别 我们后面 后面来做案例的话 可能会看出来 现在是看不出来 对吧 再来看 这个叫锁定 它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个图层里面的对象 锁定像素 锁定画笔 锁定移动 等等 叫锁定 锁定对吧 这个叫模式 模式什么概念呢 就两个图层之间进行结合 我这里面可以从正常是正常叠上去 对吧 正常就是什么 一个图层 什么内容 然后覆盖一个图层 一个层压住一个层 对吧 显示出来的 对吧 如果这个层上写1 这个层上写2 放边上 这个层上写3 那么它们组合在一起的话 就是这样的 1 2 3 对吧 就看到这样一张图一样的 就每个图层一个内容 对吧 但这个模式如果变调的话 它可能会产生一个融合的效果 融合可能正面叠底啊 绿色啊等等 结合起来 这是模式 然后这是筛选类型啊 从这个上面来看类型 我从这里面来进行筛选 对吧 你可以选择图像啊 也可以选择什么 这种调色效果 也可以选择文字啊 适量路径等等 它这种筛选的类型 这种图层 局部的显示出来 因为我们做一个文件 可能有几百个图层 通过它来进行筛选 来表现我们想要的效果 好 我们下面进入到 Foodshop软件中来看一下 打开Foodshop软件 我打开个文件啊 这是我们的文件来看一下 好 所以他提示什么 质体丢失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文件的电脑 是在另外一个电脑上制作的 换了一个电脑之后 它这个质体 电脑上质体 不一样 对吧 就丢失掉了 对吧 我这地方取消啊 但如果你要一样的话 可以安装质体 这个没有关系的 质体丢失 它会显示这个符号 质体 改度上去下载 也可以的 好 来看一下 我将这个文案 脱过来一点 这里面很多图层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 负责这个上面的 对吧 这模式正常 对吧 你可以改变模式 效果就不一样了 在灭迭底 有光 是不是颜色就不一样了 强光 对吧 就改变它的模式 它这个颜色效果 就会发生变化 OK 下面再来看 这是这个素材 对吧 智能对象 对吧 智能对象 可以双击打开 它原来图像 是这样的效果 这叫智能对象 就单独一个图层 而这个圆 是死量的 这个圆 然后它有个阴影 看到没 阴影效果 这样会让它觉得 有个体积感 对吧 然后这地方组 对吧 这地方组 好 这是这个原始文件 我们了解一下 我们下面来 新建文件来看一下 新建文件 这是一个图层 对吧 我可以从这地方 我选的这地方 画一个形状 来看 这死量的 这地方可以改颜色 这改红色 OK 这个图层就这样的效果 它上面边上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这个不管放大多少倍 都是清晰的 如果新建一个图层 那看 我画个形状 不用这个画 我用这个 举行选区来画个形状 OK 然后填充 对吧 我可以选颜色 好吧 选紫色 点确定 它画选区填充 然后Country 取消吧 这两个图层是不一样的 对吧 一个边上多了这种小方块 这个是没有的 这个就是位图 就放大之后会边缘产生锯齿状 而这个是永远清晰的 就死量的 图层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再来看文字工具 来看 它这T 对吧 T这个表示死量的 Country T 就我不管放大多少倍 它都是什么 清晰的 OK 都是清晰的 这就是它这些效果 这个效果 对吧 再然后来看 上面这叫锁定 对吧 锁定的话 点点点它 这就是锁定的 这个像素锁定的 是这个图层 对吧 我用画笔来看 换个颜色 OK 我这上面图 外面是不是图不了 为什么 因为锁定 如果这地方这样的 不锁定来看 我笔是不是都可以图 因为我选了这个图层 对吧 都可以图 但是一旦你锁定之后 它图的颜色 只能图在这个范围之内 换个颜色 就我图颜色 只能图在这个范围之内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方面 我们一些产品的修图 用这种工具的话 非常方便 因为它被 把你边缘像素锁定了 你边缘再想怎么画内容 画不进去了 对吧 就这个作用 这叫锁定画笔 画笔 把笔锁定了 就我这个笔 是不能用的 看到没 但是我可以移动它 就这个位置 我觉得不对 我可以移动它 对吧 就不能用笔了 这个 第三个 这个关键 第三个叫锁定什么 看箭头 它叫移动 就我现在是移动不了的 不能移动 因为图层锁定了 对吧 但是笔还是可以画的 就我想要笔在上面画 外面也可以画 对吧 但是它是把移动锁定的 就每个锁定的作用是不同的 只在画板外面签套 对吧 这个你锁定的话 就是说 这是一个画板 对吧 它外面就不可以进行签套了 就这样个作用 再来看 这个叫锁定全部的 对吧 这是把所有的都锁定了 就是说我们做图的话 你看你需要 如果你要想全部锁定 直接点它就行了 对吧 它整个图层就锁定了 就这样个作用 OK 我把它这个 所以我这锁定之后 我能删除吗 删除是灰的 对吧 必须点它解锁之后 再全部关掉 解锁之后 删除 直接锁定它 删除不了的 对吧 这是关于图层 对吧 再然后我这地方 再来画个图形 再画图形 图层不是这样的吗 就上面图层 覆盖下面图层 对吧 就我把它覆盖掉了 对吧 就这样个作用 然后通过模式 可以进行结合 来看 模式可以将两种图片 融合在一起 这叫模式 对吧 不同的模式 它效果可能是不同的 你看外面就不见了 亮光 点光 就是不同的模式 它表现的效果不一样 差值 对吧 就像它反过来的一个颜色 表现这样个效果 这个叫不特别度 这个叫 这地方起了一个降低作用 对吧 OK 这地方填充 也起了个降低的作用 填充对吧 这两个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这两个主要通过效果 才能看出来 我这样来看吧 我这地方加个FX 这地方你随便选一个 然后我就选择一个叫 投影好吧 这边有投影的 我直接点确定 我参数不调 你也可以调整距离 调大一点吧 大小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选这个地方啊 一定要点一下这地方 我默认的就已经出来了 对吧 有同学说如果见面跟它不一样 你不但这个前面打勾 还要点一下这文字 表示这个选中 如果点它表示这个选中 对吧 勾去掉 再点它 它表示选中 点确定 好了之后我们来看 不特别度降低 整个都不见了 对吧 这个填充的话 我降低 发现什么 的确降低了 但投影还在 所以这两个区别 如果有这个效果的话 就有这个效果 或者投影之类的 它只对突成像素起作用 看到没 这个是整体的 如果是占个突成 或者这个文字突成 再来这地方调整 特别度啊 降低 没有了 对吧 跟填充啊 降低 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一旦有效果之后 它们这两个作用 就能看出来 对吧 在例行 我可以选择名餐 可以通过名餐来选择 对吧 可以通过效果 效果选什么 特影 这地方几百个图层 我想快速找到某个图层 可以直接找到 可以通过这个效果来挑 找对吧 可以通过名餐 对吧 名餐里的地方选什么 它都可以帮你找到 还可以通过什么 智能对象 如果这里面有智能对象 它可以帮你找到 也可以通过什么 属性对吧 模式 这个图层是什么模式 真片叠底还是什么 非常非常的方便 好 这是关于这个图层面板的介绍 对吧 好 我们这一讲就介绍到这里 大家可以去操作了解一下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跟你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